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专家论坛 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 我是主持人安娜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 一个刷屏的CMU4S毕业生的一个消息 这个呢 CMU4S孩子呢 在Facebook实习的时候 他就拿到了25万的一个顶报 他毕业之后选择去了一家对冲基金公司 拿到了57.5万美金的一个package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57.5万这个薪资 有没有一个什么概念 那我们就对比一下其他的行业 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学区 我们的这个学卷 他管着24000名的学生 曾经两次获得全国最佳学间的称号 他的年薪是33万 而且他已经62岁了 是不是这种对比非常的强烈 26岁的资深的这么一位教育界人士 和一个刚毕业的CS的学生 啊相比 今天是CS的新智颖了 这就让本来就大热的这个CS专业 更让人垂涎了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CS专业呢 近年的申请的这种竞争是非常的激烈了 如何能够帮助对CS感兴趣的孩子 是更好的成就自己的梦想呢 那我说了不算 我请到了真正的专家 致力于提升孩子们计算机编程能力的 XCamp的两位创始人 一位是郭承恩博士 一位是徐元老师 那么欢迎两位来到我们专家论坛的节目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查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两位啊 郭承恩博士呢 他本科是毕业于清华大学 他是UCLA的人工智能博士 现在呢就职于谷歌 然后徐老师呢 曾经的天才少年 现在的这个金牌教师 他是各大计算机的硕士 在高中的时候呢 就是在中国的信息 这个奥林匹克竞赛拿了一等奖 然后保充去大学了 是这样的吧 非常非常的厉害 然后两位呢 在2017年就创办了XCamp的编程学院 仅仅用了五年时间 就是19名学生 从编程的零基础 那进入到了美国计算期 奥林匹克竞赛 就是我们说的Yosico的最高白金主 有五名学生 就是进入了2021年和2022年 这个美国国家的集训队 他们这个XCamp呢 因此也得到了Yosico官方的一个认可 现在XCamp是Yosico官方推荐的这么一个编程教育机构 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 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小白 然后就很想问一下 咱们XCamp是只做这种竞赛类培训吗 还是说也包含一些其他的内容呢 谢谢 谢谢安娜 谢谢我们来做这个讨论 的确我们XCamp呢 从师资教育和课程上 是主要的 是针对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 会有很强的优势 刚才你也谈到了 短短几年的时间 我们有四位进入了国家计算机竞赛的基金队 这是也是很难得的成绩 但是呢 我们也特别注重计算机的普及教育 特别我们是低年级的入门课程 也是针对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和初中生 给他们普及计算机教育 而且特别是我们的课程呢 还用可视化教学来激发孩子的兴趣 当然另外的话 我们也有专门的APCS 是帮助高中生去考这个APCS的这个课程 但另外我们也开始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 和一些机器人的课程 谢谢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课程设置 我已经大致就是了解了一点点 但是说这个难度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难度呢 就说我听到的感觉是五到六年级 你是不是就可以参加这个XCamp的这个课程了 是的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课程呢 其实从入门到最高级的这个竞赛 进入国家队 一共设置了18门课程 哇 相当相当丰富了呀 是的 而且我们相当于是说 把知识点 甚至近几百个知识点 一步一步的细化 让孩子能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也来学习 总的来看好像很难 但是当你分化上每个小的台阶之后呢 孩子真正可以学进去 而且能够学好 而且会学得很有兴趣 而且会学得很有自信心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五到六年级就开始进行这种编程的学习 就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其他人怎么样 我的家属 他也是这个马农 就他学习计算机这个课程 都是从大学才开始的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早就开始学习呢 可能你知道比尔盖茨的故事 他其实是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编程了 是的 对对我们的孩子来讲 他特别早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 而且他是就是说 而且是他力所能积的情况下 这个之前能够学好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从小就锻炼一种思维方式 锻炼一种这个能力 这种能力的话 就让他们能够打下很扎实的一个基础 或者你举个例子来讲 去自行车对吧 很多孩子他小时候快学会了 你知道到在年纪大一点都在学 其实会学得更难 是这样的吗 徐元老师你能不能补充一下 因为我知道徐元老师是这个一线老师 金牌老师 能不能给我们一点你们教学上的这个例子呢 对就是应该来讲 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的是在很 他们他们很小的时候就给他们人生中种下一颗种子 这个种子的话 经过几年的培养之后的话 他会成长的非常的 成为一个非常冒陈的一个大树 那这个大树的话呢 他最重要的是在本科期间的话 他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去更好的从事 academia以及我们industry这两方面的这个优势 那么在高中阶段能够精彩拿奖很重要 但是我们更注重的其实是 帮助孩子把这个基础给他打得非常的扎实 所以说需要孩子比较早的就开始这方面这个教育 我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如果说是不是说我们学的越早 然后在这个CS上面就走得更远 拿到这个 我公立一点说啊 拿到这个竞赛里面的奖 或者说在AP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是不是就会更容易一些呢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子 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年龄的优势是很大的优势 多一年的时间就多了一年的冲击 高级别竞赛的机会 但是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 相对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从五年级到六年级左右 孩子是比较适合开始比较serious的进行 编程这方面的这个教育 对 在那之后的话 比较适合 在那之前的话呢 有少量的孩子其实也是可以经营一些尝试 对 我想请问一下啊 咱们X camp本来就是在这个加州成立的 然后现在呢 也希望来到西雅图 然后帮助更多的孩子实现这个CS梦想 这两个地方都是这个传说中的程序员圣地 那么咱们程序员挺多都很厉害的呀 他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来这个辅导这个CS课程呢 就是孩子们为什么还需要去X camp呢 自己的爸爸不也行吗 为什么 好的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 其实呢 在我的孩子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啊 因为我也是做软件工程师的 就是这个辅导我的儿子来开始学习计算机 但学了两年之后呢 发现这个从这个教学内容上 虽然我是懂计算机 但是要给他一套系统的教学内容 第二个就是特别适合他水平的教学内容 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要坚持下去要达到一个更高的level的话真的很难 这也是刚好机缘是在我孩子刚刚要生过六年级的时候 学员的父亲徐贤有老师来到硅谷 我们家里做客才发现徐贤有老师是世界鑽石级的这个计算机精彩的教练 这也是这个起源了 由此我们就想到了 哎呦我们为什么不自己请徐贤来教我们的孩子 用徐贤有的教材来教 这样我们就办了一个班这么一步步来教起来的 因为系统的教学和长期的教学 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个的话就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其实和老公孩子关系也是不太一样 有时候你老是可以说严厉一点给孩子 对吧 孩子是要听的 但父母也说这方面也是另外一个挑战 确实会有这么 被这么一说 确实是有这个情况 像我们去 我们都说这个鸡娃 其实不仅是鸡娃还是鸡家长 因为有的时候 孩子的付出 其实和家长的付出是一样多的 特别是要长期坚持下去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现在我们很多的爸爸 说起来容易 但是爸爸们也很忙 经常是uncle啊 或者是干嘛的 就是没有时间 那么Xcamp呢 确实有高水平的老师 然后又高水平的课程 那能够 而且能够长期持续的下去 把孩子的这个兴趣 爱好 特长一步一步的挖掘和发展起来 那那个徐老师 能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具体教学上面的一些 你们的优势特长 和如何给孩子们 就是开始进行这些 这些教学的方面吗 好的 在那之前的话 我想稍微花几句话 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 我自己也是在谷歌 比较忙的一个组 做一个这个Tech Leader 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大人的这个视角 情况之下的话呢 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 往往是只教自己的孩子 只有一个或两个 那这种情况 情况下的话 它很难达到一个 集体教学的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非常注重一个 community的一个build up 以及孩子之间 它相互 进行一个良性的竞争 然后他们之间会激发一个 competitive 之间的这么一个压力 对对对 然后啊 要相互帮忙 但是呢也有相互的竞争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对 这也是我们Xcamp教学的 啊很重要 很注重的一点 那么正好也就承接到下一个 您刚才提的那么一个问题 对 就是我们Xcamp教学上面的话 有什么一些 啊啊就是特点 对 那么从教学来讲的话 我们Xcamp可以说 大致可能分成了三块 第一块的话是入门的这个 小朋友们培养兴趣的这么一个部分 那这部分的话我们特点是 我们啊啊利用这个 visualization以及利用 啊 collaboration based的这个project 让孩子们去利用好 我们交给他们的这些skill set 来去做一些有趣的小游戏 小项目 然后使得他们能够 在动手写作的过程中呢 能够去获取正反馈 从而喜欢上编程 从而啊有这个信心 知道编程并不是什么 只有我的爸爸妈妈才能做的事情 或者是很fancy的事情 而是我们小朋友也可以去做到的事情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是 啊fundamental的这个build up 也就是说 啊通常来讲 我们说的这个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 那么它是算法和数据结构 它是嗯啊 compare science 这门课 这门学科的主干的一个backbone的部分 那么啊这部分课程的特点 是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师资和非常强大的一个教研 使得这这部分的这个知识的体系的构建呢 非常的有系统 而且相互之间是不同的课之间 是有很强的一个连接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老师既有啊和教研老师和教学老师 既有来自于一线大厂的工程师 也有这个过去竞赛拿到了啊 非常非常好的名次的这个啊高手 那么在这个呃强强的这么一个组合之下的话呢 我们设计出来的课程和实际的教学的这个 结果就是呃上下来之后的话 孩子他会有非常强的一个 逻地思维和problem solving skill 以及非常强的一个这个domain knowledge 那么从而使得他们在比较小的年纪啊 如果去面试Google或者face啊 说错的mata 那么都能够非常好啊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这是第二块 那么第三块就也就是真呃进入了这个竞赛段的话 如果呃我们看到了孩子非常适合做竞赛 那么我们会呃鼓励他往竞赛方向走 那么这方面的话我们有呃 就是可以说是在美国甚至在中国 我们都有都是拥有的是最强的师资 我们有这个国际竞赛的精神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非常的想听 这个部分多介绍一点 好的好的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有呃非常专业的一个呃指导 那么这个东西呃 为什么我们Xcamp能够短短几年之内 能够把这个东西给build up 起来呢 那么很重要一点是 我们跟呃这个杭州学军中学的主教练 呃叫徐先生老师跟他有非常强的一个partnership 然后他的学生今年其实刚获得了呃世界第三名代表中国队 那么呃拿到了国际金牌 那么他总共有四个学生拿到了国际金牌 那么另外还有两位初中生的初中生的学生拿到了初中生的国际金牌 所以这个老师跟咱们是共享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高端的师资包括呃最高端的这些资源等等 其实我们Xcamp有不少的老师其实就是呃我的学弟 或者我的学妹就是他们现在可能是在呃Stanford 或等一类名校以及国内的清华北大呃复旦交大等等 对所以这一段的话 哎您说 没有我就说这就是所谓的学术圈 共享资源 对我们是这么来考虑的 就是说我们觉得最优秀的下一代的呃小朋友 需要最优秀的上一代的呃这个talent 来激发他们来去呃来去就是刺激他们 从而使得呃他下一代的这个最优秀的一批talent 师生比是一个怎么样的呢就是我非常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在其实我们在fundamental的这个class的阶段 以及beginner level的这个阶段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班在20位学生左右 然后同时会有一位售课老师以及一到两位助教 那么平均下来来看的话呃应该是在1比10左右 那么在高端竞赛对在高端的竞赛段的话呢 那么我们不光是有老师甚至还有这个coach这么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他take care的不光是上课 他还需要maintain孩子的momentum等等 那么我们的这个比例就进一步的能够更优 呃可能我们没有具体计算过 可能我甚至我觉得可以达到 呃一比一比五一比六对 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师生比了 也就是说呃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关注 而且你越优秀你得到的关注就越多 既照顾了就是说比较初级的学员 也能够给就是更大家说的talent 就是比较有天赋的这些孩子 更多的这个这个资源 那么啊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 那么好吧我们暂时去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好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再聊一下 刚才听到这个我有一个呃 就是想请学员老师介绍介绍 就是咱们你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典型的学生 比如说他从很小就开始跟着你 然后一路一路前行 然后你们是如何托举这个孩子成就他现在的样子的 我觉得肯定有 徐老师跟我们介绍介绍吧 好的好的对我这边可以介绍几个比较呃有代表性的几个例子 那这几位学生呢有的已经进入了美国国家集训队 有的呢其实跟呃这个集训队的孩子在同一个班级 但是呃一点都呃不不亚于这几个孩子的 那么第一个孩子我想介绍的呢是旧旧旅 那这位孩子的是现在就读于哈克尔 呃哈克尔school 那么他是从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我学 从啊入门课我记得是呃六年级对我六年级很早哎 他的数学准备好了吗 呃其实在入门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数学没有过高的要求 只需要他能够呃把这个课能够consume 因为我们课都是self contained OK继续对那就的话 等他是一个非常踏实的非常按部就班的一个孩子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在前期的话 啊没有想太多要非得要搞竞赛 那更多的是培养他的这个啊基础和逻辑 那么到后面我们觉得他应该往竞赛方向走的时候 他就一年一个呃一年一个脚印 呃我记得是一年过了usical的一个level 那么分别是过了usical的铜银金 然后进入白金之后 也是花了一年就进入了这个美国国家即兴队 所以说一年一个成长速度非常的迅速了 对不对呃他的成长速度我我在我看来的话 其实呃不能说说是最快的 但是是非常稳的稳扎稳打OK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case我想分享的是 呃一个孩子叫啊维明 那他虽然还没有进入美国国家即兴队 但是跟旧的水平其实差不多 那么这个孩子的话 他是比旧要更晚开始学 但是呢这个孩子他非常的有动力 而且非常的self driven 那么其实在他的学习过程中的话 我有帮助呃我有告诉他啊 如果他足够的commit足够的努力的话 那我们可以promote他去更快的班级 promote他去更高的班级 所以他在xcamp内部他是跳了两次级 那我们xcamp就是为呃ready的孩子呢 我们会给他更多的这种customization的 这个培养的一个路线 然后从而使得他们更好的能够去啊 去去冲击这个高级别竞赛的目标 对OK但是在跳级的话就是就是内部有跳级的 这种标准没有就是比如说你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做一次测试 然后怎么样就可以往上跳一跳 是有这种吗呃应该来讲 他是一个比较比较综合的一个标准 那一方面是呃老师和教练对他的观察和推荐 另外一方面呢啊从他的一些呃作业数据 包括课堂的表现以及这个他是否定证的这些数据的话都能够得到一个体现 OK说到作业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大概呃因为孩子们嘛都是呃都是会参加一些这个课外班 然后这个作业的话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种比较比如说你要有所成就比较做的比较好的话大概一周能需要花多少的时间在Xcamp的学期上面呢 呃在呃不同的阶段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在初学的阶段的话其实我们呃对于孩子的要求并不高 我们期望他跟花跟上课时间差不多的时间甚至或者是稍微多一点点也就是两个小时或者是呃比两个小时过呃稍微多一点三个小时这么一个呃这么一个节奏 那么等到他开始打基础了之后呢可能会增加到呃四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五个小时左右 那么这等到他们真正进入竞赛段的话那么呃呃因为他们在攀爬金字塔的塔尖了 那其实就必须要多一点时间对对对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了对呃非常好非常好 所以说呃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谈到了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教学的模式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教学怎么样的怎么做作业然后怎么样呃去去达到更好的层级 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就是咱们会来这边开线下班吗 因为我我不知道就是计算机这个呃这个课程现象跟线下有多大的区别 但是其他的就是课外班比如说英语学习啊什么的其实线下班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我想问一问校长吧好不好校长能不能跟我们解答一下有没有这个计划说要来我们西雅图开一个线下班什么的 是的是的呃其实在疫情之前呢我们是线下班的因为呢疫情到来我们都回到了线上啊 在现在呢疫情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啊那我们呢也是慢慢的走到线下来啊 嗯是的我们也有这个计划到西雅图去开一个线下班啊当然大家也知道了线下的效果会比限上要好啊 嗯当然是在我们过去两年的教学中我们特别特别关注这个线上的教学在我们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教学的呃 老师和学生上课的一个交流 学生的集中注意力的情况 也随时提问上课小考 通过各种方式能够尽量的保证 这个上课的和线上的效果 也不会特别差 当然现在有了线下机会 我们下一步了 会向进一步的推广线下 特别是西雅座这边 应该刚才你说过了 也是这个马农的种地 这个很多大公司的父母 还是希望家长能够 这个家长能够希望孩子 能够学学计算机 我们会提供这个机会 是的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的话 很多人都明显的感觉到 可能受到影响 最少的就是计算机这个行业了 而且计算机这个行业的话 跟很多的行业都可以结合起来 计算机思维不仅是说 你用在CS专业你有需要 你可能学习一些文科 学习一些艺术类的 甚至艺术类的 你对CS的这个需求 其实都是非常巨大的 就我所知的话 有很多的大学 这个艺术类专业 都开了关于这种就是CS的一些 结合的一些课程吧 那非常期待 我就很想知道说 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时间段呢 就比如说我们过三个月 我们过半年 我们就来了 有没有这个 其实我们正在谋划中 现在我们已经有几个校址正在选 可能近期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这个info session 就给这个西雅图的家长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 甚至可能线下当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课程 OKOK太好了 要是有有那个机会的话 请一定邀请我 那我想知道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说的就是 是不是很专业 因为我是一个小白 我就随便提问了 我们计算机的这个编程语言 有很多种 那么Java呀 JavaScript呀 C++呀什么的 那我们Xcamp的课程 它学习 它主要是哪一种呢 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语言 或者说是 嗯就是这一类的问题 我非常好奇这个 好的 那我们Xcamp 其实总共会使用三种语言 第一种语言呢 是Python 它主要的特点是 跟这个自然语言非常的接近 然后它的语法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抽象程度也较高 所以说 这个也是非常popular的一种语言 现在好多编程机构 好像也是这种的 是的 所以就是说在初学的时候 我们是用Python来 给孩子一个入门的教育 那么这样子的话 他们比较容易能够入门 然后能够更快的上手 同时对他们未来的话 其实也打开了更多的机会 比如说他们可以进一步学习AI 或者是数据处理等等 那么第二种语言的话是Java 对Java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开始的是APCS的课程 那么帮助他们 能够更好的去这个考APCS 因为APCS现在只接受Java的那一种语言 那么第三种的话 其实就是C++了 其实也是 最基本上可以说是 CS里面最核心 也是最重要的一门语言 那我们用这门语言 最难的吗 其实最难的吗 对比较比较难一些 相对来讲的话 OK 应该来讲的话 主要是他由于他比较的高效 所以说他在竞赛里面的话 得到更多的应用 那么我们在给学生打基础阶段 以及竞赛段的话 我们都是使用C++语言 那么当然我们不会使用里面 偏工程的那一部分 那部分较为复杂 我们更读的是 利用C++这门语言 更高效这么一个特点 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去 把知识体系给他打得更加扎实 OK 所以说说到这里的话 我就想问一下 在咱们XCamp进行CS培训的孩子 他们就是在APCS上面考试的成绩如何呢 就是能分享一下吗 对 是的 就是我们这个APCS课程的话 基本上是分三个阶段了 一个入门的课程 我们叫APCS1 第二个的话 这样的APCS的一个家长 APCS2 最后我们还有APCS冲刺 就现在更多的一个练习 基本上在我们学APCS课程的学生 都能够拿到满分的五分 那就是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 我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CS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申请的话 现在可能是仅靠学校的 就是正常的这种课程 已经不太能够满足了 所以说我也想问一个不知道算不算题外的话吧 就是大家对这种考4S的这种孩子们 就是有之于去考4S的这些孩子们 除了学校的课程 然后AP之外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其他的小孩呢 比如说还可以参加一些什么考试 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活动 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的这个 entire package的这种 这种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 做的会比较更好一些 让大家会 人家招生的这个地方 会更看重你呢 能介绍一下吗 我可以先说一下 可能大家也知道了 像这种计算机 奥林匹克竞赛的话 其实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物理 都有类似之处 像这种孩子 我们这种孩子 能够拿到进入国家境内这个level的 基本上进入大腾 是没有问题的了 没有问题了 对 但是他们其他方面也不能太差 其他就是学科和这个综合的能力 当然即使有一些 就是说没有进入camp这个level的 能够借在这个patent level 甚至在gold的一个level 所以他们申请这个大学 特别是申请计算机器 可能你一开始已经讲了 计算机真的很热很热 即使中学校的计算机器 这个门槛已经很高很高了 就是说你和其他学生相比 你有了这个竞赛的成绩 即使进入这个gold 比较特朗普通那么更好 当然国家这个基金队老 这已经是更强的了 这个是一个 顶格了 顶格顶格了 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 很直接的一个一个加分的项目 OK 我明白这个 但是有一些孩子呢 就像那个徐老师刚才说的 有些孩子他可能进不了 那么高的那个程度 那他们就是该该怎么办呢 他x camp对他们的意义何在呢 对我们也有这些学生 比如说他们学完了 说可能对竞赛这个不是那么感兴趣了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孩子 有几个孩子 好像真的高中的时候 就进入了这个公司去实习了 这个配的事情 对对对对 配的很高 因为我们的孩子 差不多学了两三年之后 刚才刚才学员讲 基本上是搭场的这种算法的面试 真的是没有问题的了 当然有些孩子呢 就会去学人工智能 还有一个孩子去做科研 因为他们这个计算机的能力 让他们在这个做这个研究 做AI的项目的时候 真有很强很强的优势 包括做机器人的项目 机器人的项目的话 也有很多这个编程的功能 我们好几个好多这些孩子 在他们机器人的团队里面 绝对是编程的主力 就是会给他们 有很好的一个加分 OK那徐老师 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带出来的这些优秀孩子 就是关于他们大厂实习 或者是机器人竞赛 那方面的一些经验 特别是大厂实习 因为我们这里是微软 亚马逊 也都是这个工程师云集的地方 这些大公司都有这种 高中生这种实习项目 然后但是很多孩子呢 想进去 其实也并没有说是 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后徐老师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当时其他优秀孩子的 一些案例 让我们其他的孩子 也可以接见 可以吗 我们这边其实第一批 或者说最早的一批学生呢 现在其实是在十年级左右 然后其实也就是 他们正在冲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级训队的这批孩子 那这批孩子呢 其实他们更多的时间都集中在 呃这个准备竞赛上面 所以他们其实还没有 真正的去做这个 大厂的实习 但是呃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在两年前就已经能够轻松的 拿到大厂的实习的 呃这个interview 呃并且能够很轻松的pass 那其中有一个学生 有几个学生 他们还参加了谷歌美尼的那个code jam 的一个竞赛 他们也都拿到了那个获奖的t-shirt 对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呃不是 这个问题不是说能否去大厂实习 而是说大厂会非常愿意去 attract他们这批talent 因为他们就是下一代最优秀的程序员 下一代最优秀的这个技术界的这个领军人才 对所以说呃对于他们来讲 我相信他们大一的时候进入college之后 立刻就有这个能力去大厂实习 同时呢他们更更可贵的是 我们Xcamp给他们打下的基础 使得他们一进大学之后 立刻就可以开始进lab 跟教授一起做project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非常好的一个能力的培养 那么如果是从升学角度来考虑的话 要在高中阶段能够体现出自己在stamp方面的优势 那可能需要呃当然竞赛能拿奖 那么刚才也提到 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够竞赛冲到顶 那么其他的方面就包括了机器人竞赛也好 或者是呃或者是这个project 或者是publication等等 但这些东西我们会发现 虽然都很好 大家都想build up 但他们最缺的其实恰恰就是非常solid的这个programming skill和problem solving skill 那这些东西也正好是我们Xcamp可以offer 我们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呃完成最困难的这一步 那么在之后的话 他们再去呃pursue那些呃各方面的需要这个能力的竞赛的话 他们都是对中的主力 他们都是呃最大的一个输出点 对 对所以说这个呃在Xcamp的话 你学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只有这一点点课程的东西 你还为其他一些其他的竞赛也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而且不仅是竞赛还非常的有实用性 可以无缝衔接到大厂 相当于别人大学毕业才找工作 我们Xcamp的孩子已经从高中就开始找工作了 工作经验就比别人多一些 那么好吧 这个非常的激动人心的这个新这个消息吧 对于我来说 那我们现在呢 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畅聊一下 关于我们这个伟大前景 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 呃我们广告之后又回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 我们刚才聊到了说 对于这个在找工作上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吸引力 另外一方面呢 我想就是在 我不知道刚才有跟大家提到过没有 我们Xcamp呢 是Yosical那个官方认可的这么一个 一个培训机构 我想知道为什么Yosical能够得到这个 呃为什么Xcamp能够得到Yosical官方的一个认可 是因为呃我们做到了哪一些部分 然后让他们也非常的认可Xcamp的这个能力呢 徐老师还是校长来回答一下这个 呃我可以先说 然后看查理来补充一下 好嘞 对那说到这个 其实一方面的话我们呃 应该来讲从去年和今年的话总共有五位 呃学生进入过美国国家集训队 那呃我们知道每年其实整个美国也只有 啊25到26个学生能够进入 每个国家集训队 那我们一下就占了六分之一 那其实这个成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呃所以说呃 branding其实跟我们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那另外的话我们呃 branding他是他是哪一位呢 branding他是呃 Yosical的官方的director 他是呃每年主办这个竞赛包括出题包括呃这个整个logistic的这个setup等等都是他来负责的 ok那他都已经是最权威的那个人了 对对对对ok好继续 对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其实 因为在高段的这个师资啊非常的强 所以其实有一些 呃在mit那边的教练 包括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面的这个教练 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边是要么是partnership 要么是可能是信友队 也就是我们中国那边的partner的这个过去的学生 也就是我的学弟或者我的学妹 所以说呃整体上我们这边的师资也是 啊branding特别啊 啊受到了他的尊重并且他也希望以够能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有更多的这个相互之间的协作 对 所以总的来讲是呃出于各个方面的这么一个呃机缘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帮助了很多在美国这边的公益的这种竞赛 啊比如说teamsco的比如说啊这个let等等一些一系列的竞赛的话 我们呃都会给他们给予帮助甚至帮助他们举办精彩 关于就是和优胜口官方的一些这种一种联系 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可能学生的有些小孩 他们会去大学的实验室就是在学界上面会有一些联系 然后他们还会发paper呃拿专利然后这都是我听说过的一些路径呃我就想但是到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有这方面的怎么说networking 那我们excamp是否也能够提供这样类似的帮助呢 呃是的是的呃嗯我们这就有一个例子在去年的时候呢呃我们excamp的六位学生和race大学的一个呃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教授 他们去那儿做了实习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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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一个优势了 我们和这个大学合作也会继续 就是XCAMP 推荐的这些孩子去到RICE 做的这个项目 非常了不起 我们的孩子 也希望得到这样的机会 我可以补充一句 就是我们过去这几年的话 也发现我们的孩子 在申请一些大学 或者是一些 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Summer Research Program 或者Summer Project Program的时候 他们会具有比较大的优势 我就替其中几位学生 写的推荐信 他们都能够成功的申请到 这个Research Program的这个 这个offer 对 然后从而使得 他们在那一方面的话 有更多的机会去 去追求一些 更好的一个结果 是的 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我知道的是说 就是说 去大学实验室这种机会 其实是很少的 是很需要一些关系的 现在呢 相当于Xcamp的小孩 共享了徐老师和校长 你们的这个学术圈的这个资源 然后Xcamp的孩子也可以 就是享有说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机会吧 这就是可能跟其他计算机 培训机构相比的话 Xcamp 我想这是它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 一个优势 然后我也想知道 就是说 徐老师以前是在那个 就是也是曾经 就是参加过这些 计算机竞赛的这种 对 对这个 有这个经历吗 我想请问一下 徐老师 你当年竞赛的时候 和现在相比 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的孩子的挑战 和你当年的挑战 是否 是在同一个level 或者说 他们会有什么一项的 一些变化呢 对 因为其实竞赛 其实发展是很快的 那么10年前的时候 Yusco甚至只有三个级别 他还没有白晶级别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把这个 这个这个镜头 先转向中国那边的竞赛的话 那10年前 10多年前和现在比的话 是一个天和一个地的变化 那么难度大大的加深了 对孩子的这个挑战也更加大 那么那个时间的话 在美国这边的话 竞赛也是比较容易 那么近几年的话 也是逐年的在加难 尤其是最近两年 Yusco的金级别和白金级别 都变成了非常非常 非常难难以通过 并且含金量特别高的一个 呃级别 那这个含金量高到什么程度呢 它的金这个级别的话 每年的四次考试里 每一次考试 只有大概啊 20个学生左右能够通过 那平均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周 甚至分不到一个学生 所以说啊 就是竞赛整体上是成一个越来越难的趋势 对 天呐 天呐 就感觉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这个CS 要是不从小开始进行一些准备的话 可能越往后面你再开始这些就是竞赛准备啊 或者什么的已经有一点点 这样说会不会有一点点伤害大家 就是有一点点来不及了 对吧 呃应该说 我就这么来看 就是如果说是希望搞竞赛的话 那么孩子早一点开始让他接触 看看他是否对竞赛感兴趣 那其实是很有好处的 但如果说是培养的目标是为啊 今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foundation的话 那其实什么时候学都没有关系 那哪怕是高中开始学的话 我认为打下两到三年的基础之后 那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甚至呃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甚至比精彩拿奖更有价值 那精彩拿奖当然是金上天花了 OK也就是说随时参加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除了五年级之外 就是现在了 啊对对对对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甚至呃有一位学生是 他是今年hacker 其实是去年了 去年hacker呃他申请去了MIT上学的一位男生 然后他在已经申请上MIT之后 他还来上我们的winter camp的课 我当时就很惊讶啊 我在想你都你都已经要去上大学了 还来上课干啥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觉得他喜欢第一 第二道他觉得有用 对他以后有用 所以他就啊继续来上这个课 而且确实也很有挑战性 不会就有有有更上的级别 让你来挑战 是这样的对吧 呃对然后是这样子 我自己的小孩子呢 他是参加数学竞赛 这是我私心的一个问题了啊 就是他参加了数学竞赛 还能来参加计算机竞赛吗 或者说他的数学竞赛成绩不错 对这个参加计算机竞赛 会不会有什么帮助呢 那应该来讲 就是参加数学竞赛 对于参加计算机竞赛来讲 是会有巨大的帮助 那么呃一个比较呃 客观的一个数据就是过去呃 在竞赛里面冲到顶的拿的最高 荣誉的一些选手们 他们很多都是数学和计算机 双修的学生 而且往往呃就是两个同时进入了美国 美国国家集训队 那么呃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在计算机的竞赛里面 他会涉及到比较深入的组合数学 呃概率论以及数论的知识 那这三块知识点的话 其实也是数学竞赛里面会涉及到的 那么呃我建议就是在小朋友们 还比较小的时候 呃不要给太多的限制 他可以更多的去 explore数学竞赛 explore计算机竞赛 那么等到他到了一定的年龄 比如说到了 八年级九年级的时候 那么逐渐逐渐的 其实可以看出来孩子 更喜欢哪个竞赛 更呃愿意去commit 并且也符合他个人的长远规划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往往需要更加focus的去呃 冲击某一样竞赛的金字塔的顶端 那那个时候时间是最大的一个bought neck 所以推荐到那个时候 可以呃更好的去做一些规划 那么在初期的话 去explore去去体会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呃这里我也想提一点 就是参加数学竞赛 并不是呃计算机竞赛的一个必须 但是呢 它是一个nice to have 而且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特长的话 那绝对是有帮助的 对 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是 呃我们这也是一个呃 近年进了美国国家基金队的 他之前是在做数学竞赛 而且已经进入这个A媒的水平 呃他后来呢就觉得 哎可能对计算机真的更感兴趣了啊 当然他也有比较好的数学基础了 所以就比较轻松的进入了国家基金队 呃但是我还想插语 就是说真的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啊 呃特别我们做共同的呢 就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一个机会 让他们去去尝试 看看他们擅长什么 他们喜欢什么 呃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他们最最喜欢的 最擅长的呃呃 呃这样的话更得有助力于他们的发展 所以说现在啊我要提一个阴险的问题啊 这个反正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得罪了 就是数学当你面对就说两个都要这样 徐老师和校长说的 我们要去选一个 然后那个冲击冲击这个顶顶端的话 对于就是这种CS级相关专业来说 你们建议选哪一个呢 哈哈哈哈 这个问题说实话没有呃固定的一个答案 还是看孩子自己 但如果我们从呃客观情况来分析的话 其实做计算机竞赛的话 对于他未来的呃 practical这个角度来考虑 其实是更有优势的 那么不管是他今后在进入大学之后 他从实用角度计算机和各行各业 各个专业的这个结合度 还是说他以后在学术界 或者工业界的这个实习和或者是呃 更进一步去联系的这个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他都是能够更加好的 呃去build这个foundation 那么数学数学确实很好 但是数学在这方面的话可能 呃是略有一些啊这个劣势 对 我觉得 哈哈哈哈 我抓住了终点了吗 劣势在哪里 好校长您说 我对我也我也我也想说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也同意学员的说法 这种手下的孩子最适合孩子的是最正确的 呃 当然就从我们的经验上来看的话 是不是对于就是说找工作这一块 或者说对了这个孩子到了呃大学学习 特别以后择业的你会发现很多搞数学精彩的孩子 回头后来现在大学学数学的 回头又回来做计算机了 呃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不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和趋势了 啊你会看到整个包括美国现在我们这么多人在学计算机 他每年还缺近百万的这个软件工程师 啊 是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其实是够的 对像谷歌也是就不停的招这个软件工程师 因为这个软件的发展现在呃特别人工智能的发展 就是大需要需要大量的人才 哎而且这些这个高科技这些工资的话 比较他们从刚才一开始就谈到了 从工资在于各个方面或者是创造了一些社会价值上来讲 现在还是在这个整个社会的最前沿 是这样子的这就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就是我这样的比喻是不是合适的 比如说我们学数学我们最开始学得很好 然后到大学毕业我们想转CS的时候我们开始刷题 就绕了一个圈还是回到了CS 但是如果说直接做CS的话可能就是一条线就走到了这个 从这走到了从从学习走到了哲业 中间可能就不需要经过这个圈的一个过程 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数学的概念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可能学CS就是走到了这个直线吧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有一点拉一踩一啊 但是感觉是这样子的 我这样说可以吗 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你也会看到哈包括在工作之后 就是说你从小打下很炸他的基础 特别是计算机大学就是计算机这个专业出身的 和中间你转过来的 有些时候还是有一点差异 特别是在这个职业发展的过程中 因为你这个功底的深厚到最后还是需要 就越往上走的时候还是需要拼一下了 特别是在这个技术总监啊这种这种来报的时候 刚才说到了徐老师好像说到了这个劣势的问题 如果说方便的话说一点点关于这个 对就这方面的话其实我需要 clarify一下 我说的仅仅是到了最后需要冲刺最高级别的奖项的时候 那么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呢 主要是孩子的时间有限 那么他只能更好地去冲击其中一个竞赛的塔尖 那其实在那之前的话在打技术的阶段 其实这两个竞赛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他们都是培养孩子的数理逻辑能力 然后只不过数学更抽象一些计算机呢 他需要更加多的动手的这个能力 去build up muscle memory 并且去build up一个把idea translate成 code的这么一个能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孩子学数学遇到瓶颈了 他学一会儿计算机回来再学数学 数学反而学的会更好 那么反之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有到孩子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他会必须commit一个才能冲进国家集训队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更practical的是计算机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我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 不管是作为主持人呢 还是作为一个已经对Xcamp垂涎三尺的母亲 我都觉得我还有很多的话题想聊 非常的期待呢 就是还有机会和郭博士还有徐老师来交流 Xcamp的口号是 Let's change the world with coding 编程改变世界 我随便翻译了一下 对我来说呢 就是这个编程他能不能改变世界 我是不太确定 但是编程肯定是能够改变新资的 所以说别等了 欢迎搜索然后Xcamp Academy 然后进入我们编程的世界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再见 给大家说再见吧 好再见 谢谢 然后就要早再见 好我们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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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